我們看到了台灣政策法 在美國眾議院的版本出爐 五年65億美元的援台大計畫 會是台灣軍售的大補完嗎 如果是 我們要買什麼 美國陸戰隊以路至海 給了台灣國防防禦的最新借鏡 我們到底最想買什麼呢 好 9月28號 德國的戰機破天荒 在日本富士山周邊 跟日本航空自衛隊的戰機編隊 我們講到二次大戰 德國跟日本雖然是同盟國 德國也有出售戰機給日本 但是每一種飛機賣個兩架 但是那兩架飛機送到日本以後 基本上都是做研究 所以也沒有重新以前 攀著德國十字的標誌的戰機 跟日本的戰機 一起在日本的空中同飛過 這是第一次 這一次是為什麼 因為德國空軍派了颱風戰機 到日本進行一個聯合演訓 它本身其實有一架特殊塗裝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經過了五個國家 包含阿布達比 新加坡 澳洲 日本 韓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把這五個國家的元素 通通融合在這架海飛機上 你看東北亞的日本 韓國在這邊 然後包含澳洲 新加坡 還有阿布達比等等 在這整架飛機上 把它通通描繪出來 當然日本也派出F2戰機 為什麼說日本戰機 號稱是F2 是日本的最強戰機 日本不是買F35嗎 但其實它買了F35之前 它這個F2戰機是日本自研自製的最強戰機 那颱風戰機強在哪裡 颱風戰機我們必須要說 它本身這個飛機的特性 它其實我們看到 這邊有兩種戰機 它是所謂的這種三角翼 偶合前之翼 但是大家一看 我手上的颱風戰機 好 這個手上是尖石戰機 是其實兩種戰機 它基本上有兩種不同的飛行效應 因為這個叫做三角翼 偶合 長偶合前之翼 這個為什麼叫長偶合 因為我們剛剛講以飛機底下 它會產生一個升力 升力會提供飛機一個上升的力量 這個時候如果說我們今天把前之翼 也就控制飛機撫養 我們講飛機這樣一個撫養 這前之翼擺到很前面 這時候它已經遠離飛機的升力重心了 所以它的撫養 操控的效果會更好 所以它在超音速的時候 它的效果會比較好 會比我們剛剛講的 端偶合那個效果更好 所以這是這兩種飛機 它們在設計上來講 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讓它們在飛行性能上 有截然不同的表現 而且裁風戰機的雷達特別厲害 East Game也就是說 它本身除了是主動掃描之外 它還有機械結構 也就是說它可以在機筆裡面 改變它的雷達的面向的位置 讓它能夠正步90度 得到更好的這樣一個 空中偵測的戰功能 當然你可以看到 它這一次來的這樣一個路程之中 它8月22號從紐倫堡出發 8月15號從紐倫堡出發 紐倫堡出發以後 它先到阿布達里中庭 然後到新加坡 到新加坡以後 它並沒有一路衝向日本 它反而先去澳洲 參加了Pitch Black 也就是漆黑演習 之後回到澳洲 然後再往日本走 這個時候它往日本走的時候 大家就猜測了 它到底是從台灣海峽走 還從台灣東部的菲律賓海走 最後當然結果 它是走菲律賓海 但是雖然它走菲律賓海 這幾天南來北往的過程中 中國大陸也還是準備了 相當多的戰績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 只要周邊有任何 他國的軍機通過的話 它都會把它的機隊拉出來 實際練兵一下 在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它在台灣海峽 南部跟北部都有活動 也就是9月28號那天 德國飛機過去的路上 這個時候它其實 也就是說要在這個時候 要讓穿越台海附近的 這個軍機都瞭解 中國大陸已經在台海南北兩端 穩穩的都站好了這個位置 我們好好來看一下 就這一次為了迎接 或者為了監控 颱風戰機飛過去 可以抓到它多少參數 畢竟史上第一次 中共這一次派出了什麼樣的 一個偵測的利器 守在南北站好位了 好 這幾天其實中國大陸 用非常多的無人機 因為其實中國大陸 真的是無人機大國 你可以看到它動了 用了BZK-005 這個飛機可以長時間 超過40個小時在空中飛 雖然說我們知道 那個德國軍機 在過去的路徑上 它不會可能開啟雷達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資料收集等等 對於這個陸方來說 也是一個收集電子攤數的 一個好機會 所以它派了這樣BZK-005 可以滯空40個小時 而且它可以在空中 三公里外 也就三千多空 三公里的高空 三千高空拍到一個車牌 大小的這樣一個辨識能力 也就是說它前面的 這個光線感測頭 可以三公里高 看清楚車牌上面顯示什麼 另外也派了這個TB-001 最近TB-001 不算在台灣東部 也在台灣西部 也會出現 這個飛機也是可以有 超過35個小時的 這個滯空時間 而且它具備偵察跟打擊能力 所以你看它還有 一公噸左右的掛載能力 另外當然最重要的 也是他們現在大陸解放軍 空軍現役的一款 就彩虹4 這個時候它本身 彩虹4當然在大陸空軍 不是用這個名稱 它也是一款超過 40個小時滯空的一個飛機 而且它也具備 大概約350公斤左右的 機載空戰機載能力 也讓它成為一款 可以對地面進行偵察跟打擊 同時進行一款無人機 好 我們看到了史上第一次 日德戰機聯合同台來演訓 但背後我們居然還看到 還有第三個國家 加入了抗中行列 藏著什麼樣的密碼 當然我們看到 美國的這個眾議院 眾議院版的台灣政策法 也出來了 當然另外其實對軍方來說 最重要的還是5年 65億美元的這樣一個軍員 這個軍員本身是用一個 軍員的這樣一個部分 跟過去我們可能跟上一個版本的 這樣一個類似像 租借法案的那樣的概念是不一樣 是這次就是給你的 所以這個就是台灣接下來 整個國防防禦的大補完 就在這個地方 由法源依據了 但5年65億美元買什麼呢 好 其實在這個地方 美國陸戰隊這幾年的一個 概念的一個變化 他用以岸置路的這樣一個作法 作戰概念 其實非常值得我們接近 當然以岸置路的這個 作戰的概念是什麼呢 當然我們講美國陸戰隊 它本身還是一個攻勢軍種 但是相同的武器配備如果利用 在島嶼這個防衛 而且在島嶼防衛 快速的移動跟相互支援的話 也是可以用這個 以岸置海的這個概念 可以把它成為 首先你可以看到 例如像利用火箭的這樣一個發射 或者說那個岸置飛彈的發射 能夠快速的這樣打擊敵艦 空中的戰機能夠偵察到敵艦 然後另外這個 我們都講到路上的兵力 能夠介於包含像魚鷹機 或說CH-53這樣的直升機 能夠快速的在一個島上進行移動 然後面對敵方的攻勢的時候 能夠隨時把兵力擺到 最需要迎擊敵軍的地方 所以更簡單的說 來自於岸上 來自於空中 對於來犯的敵艦 都給予迎頭痛擊 問題是你要痛擊它 你得有拳頭 拿什麼來打敵艦呢 好 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就有好幾款 這個空對地的這樣的彈藥 是讓我們國軍 非常值得我們國軍採購的 當然首先第一款是這個什麼呢 就是我們講到這個雷射導引的 這個GPS定位炸彈 當然這個東西我們有啦 我們但是我們未來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更大的 2000磅級的這種J-DAN 而且這個J-DAN你看 它就是在演習中的這個畫面 它雖然說是哪一艘 這個商船來 而且炸中以後 這艘船馬上射去 龍骨就炸斷 這個我們必須要講 就是其實美軍早就已經發現 用這種大型的雷射導引 那個GPS定位炸彈 去炸船的時候 如果一旦炸中 甚至於包含4萬噸 5萬噸的這種大船 都經不起幾顆這種炸彈去炸 因為你看2000磅很大 而且它很便宜 因為它可以運用 我們現有的鐵殼炸彈 然後去裝上這個雷射導引 以及GPS定位的這個包件 你說為什麼要用這樣一個 那個雷射J-DAN 這樣一個炸彈呢 因為你看 第一它本身用普通的鐵殼炸彈 裝上了這個雷射 還有包含GPS定位的 這樣一個套件上去之後 第一價格很便宜 一顆4萬美元的這樣一個套件 然後裝上去以後 它其實可以從24公里之外 就發那個投擲 投擲之後 那對不起24公里 你船那個飄降過程中 船還可以跑很遠對不對 最後階段 它其實在用雷射 去做中端的彈道修正 讓它能夠在這個位置之內 讓這個炸彈非常精準的 炸彈這樣一個目標 那我跟你講炸彈 而且它的這個精確度 是在13公尺左右 非常非常小 所以像這樣一個 那個大型的雷射 那個GPS定位炸彈 對於軍艦 這種大型的海上目標來說 其實也是超級致命的 除此之外 你如果說像這個地獄火飛彈 現在我們知道它很厲害 但是其實以美國來說 美國還連發更新款 叫AGM-179 這樣的一個雷射導引 為什麼呢 雷射飛彈 因為它本身是有 兩種模式之導 也就是說它可以接收 來自於這個 船空阿帕契雷達的毫米波 也可以運用它 雷射頭 那個進行了雷射標定 也就是說 它既可以用雷射沉波導引 也可以用毫米波 沉波導引 所以讓這個飛彈 本身的這個命中的 這個精準度 更大幅提高了 而且在2019年 當時美軍在進行 這個評判行動的時候 用來那個打擊 可以打到什麼樣的 那個大小的摩托車 你知道 這樣一個飛彈射出去 摩托車那麼小型 高激動的這樣一個東西 對不起 它都能夠精準密中 所以也有人說 2020年1月 當時美國 在伊拉克國際機場 暗殺蘇雷曼尼的時候 對不對 是用那個傳統的地火飛彈嗎 不是 是用那個忍者飛彈嗎 可能也不是 可能就是用這個 最新的AGM-179 這樣的一個聯合 精準打擊飛彈 我們以為是忍者 結果他搞一道 用這一枚去進行精準斬首 對 而且除了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炸彈跟雷射導引飛彈之外 其實對我們來講 抽女神 也就是海上海軍 發射了這個新的打擊飛彈 其實對我們來說 也是非常重要 而且更不合它前面的這種 就是以暗至海的這樣一個概念 為什麼呢 因為像這樣精準的打擊板件 就是這種海上的打擊飛彈 它本身射程 它大概從180幾到500多公里 雖然說它本身飛彈 跟過去的魚叉飛彈來比的話 它比較小 但是第一它射程相當的長 第二它本身 其實它本身具有 太核心的外殼的高爆彈 也就是說它具有良好的穿甲能力 也就是擊中敵方的船艦以後 它不會第一時間就在甲板爆 它一定會讓這個飛彈 穿進到敵方的艦體以後 然後再爆炸引發更大的破壞 邀請您一起加入 五期爆新聞會員 跟俊相一起 挖真相